7月24日早间,国际金融报记者从互联网分析时好至委处独家获悉,熊猫直播即将完成被监并过程,目前正在走签字、审计、财务方面的流程。 交易对象尚不清楚,交易金额并没有传闻中的30亿那么多。 此前,熊猫直播方面也公开承认,与多家厂商接触过,但当时处于风口期,详情不便透露。 2017年底,熊猫TV副总裁庄宁浩表示,2018年将是直播行业的重要节点,部分头部平台将盈利并上市。 不知彼时的张宁浩是否预见到,如今虎牙的美股上市,斗鱼或美股IPO,曾经风光无限,直指龙头绑座的熊猫直播,却面临被收购的命运。 熊猫直播是如何不互沦落,王思聪又是否做错了什么? 巅峰起步,提起熊猫直播,就必然提到王思聪,2015年9月5日,在英雄联盟四周年庆典的表演赛中, 王思聪对所有人的爱地钱都加了盘达TV的字样,向观众百思不得其紧。 傍晚,王思聪在微博宣布,2015年10月20日,熊猫TV公社正式开启。 王思聪表示,参与直播是年轻一代人自我展示的一种新的模式,他十分看好直播这种新形态的娱乐企业,认为直播行业有着巨大的潜力,因此成立了熊猫TV。 熊猫直播的出现,加剧了彼时直播行业的混战形式,也令行业头部公司陷入了被挖人的窘境。 建立之初,由于王思聪趁度绑定,以及雄后的财力,熊猫直播的发展路线几乎是直线上升。 先后明确入住熊猫TV的明星及知名主播友,杨颖,JJ林俊杰,韩国TL人女子组合,LOL主播入风, 陆鱼竹鸡之风行云,周铁主播女生2009,韩国意见女主播,引速晚等。 在中国直播行业进入战国时代的2016年初,熊猫直播被业内看作第一梯队的有力冲击者。 甚至直到现在,依旧有媒体认为,直播领域是斗鱼,虎牙和熊猫三足顶利。 从融资情况来看,从2015年底至2017年5月,不到两年的时间内, 熊猫直播以融资超过16亿元,投资方包括那是网,几乎三六令,新政资本等。 有网友曾一句话道出广大吃瓜群众的看法,在直播行业中, 熊猫直播仿佛起不及时巨星,出生及拥有傲人的名气,资金。 那么,究竟是从何时开始,熊猫直播渐渐失去了优势呢? 转折点,熊猫直播的声势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就大不如前, 那时业内提及熊猫直播的情况就不多,相关新闻也逐渐减少。 而另一位业内人士透露,2017年,一位熊猫直播高层在办局上透露, 当时公司已出现内部运营上的种种问题, 显现推示,记者查询一关侵犯指数发现, 熊猫直播的活跃人数,环比增幅,在2015年11月,达到93.9%, 此后就在未达到这个高度,增幅长期在个位数上下浮动, 最高位超过30%, 而在2016年4月至6月,2017年2月至8月,都出现了负增长。 2018年初,熊猫直播开始爆出资金链断裂的传闻, 合作工会甚至公司员工工资无法按时结算, 大主播出走,员工离职等情况接连发生, 同时还伴有大股东撤资的传言。 好志位表示,据他了解,熊猫直播的债务状况,的确不容乐观, 这点甚至可能会影响此次收购的最终完成。 流量和能真正收到的钱, 一位点心行业人士,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, 一方面,熊猫直播作为平台的基础不牢靠, 把阿莱的主播和明星带来的流量没有十大十地转换成忠实观众。 另一方面,熊猫直播内部山头林立,管理不当, 甚至因为待遇太好, 有一些直播界的前辈在里面养老, 而这些也成为一部分有志向的主播出走的原因。 该人士表示,在业内,熊猫直播被称为养老台, 那么,多米洛骨牌中,究竟是哪一块先倒下的? 熊猫又为何不能把足够的流量转换成现金? 运营能力缺失? 好志位表示,商业运营能力的缺失, 是熊猫直播无法登顶, 并进现团式的最重要原因, 都需要技巧,需要有经验的工会进行移导和帮助, 培养主播的话术, 需要平台有运营能力, 有完整的工会体系, 能随时随地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主播, 能让产业链打通。 在培养主播, 工会方面, 熊猫直播没有做好, 所以在全部够烧的时候, 就显得无以为计。 上述电竞行业人士透露, 熊猫早期创立时, 的确到处挖人, 然而, 被挖走主播的直播平台如斗鱼, 依旧能靠自身运营能力造星, 而熊猫直播迄今为止, 并未培养出自带流量的大主播。 此外, 多位业内人士还对记者表示, 熊猫直播名义上的董事长王思聪, 实际上早已对公司撒手不管, 不太可能, 让他花费太多精力进行管理。 但是, 熊猫没有在颠崩时期被卖出那时可能卖价超过30亿元, 而是在如今债务累累的情况下寻求买家, 可见王思聪对于行业周期变化并不敏感。 来自喜查查的信息写是, 王思聪担任本人的公司有21家, 他投资了32家公司, 在28家企业担任监事、 经理、董事长等职务, 直接或间接控股40家企业。 不过, 以王思聪被涉及的关联风险来看, 上海熊猫互与文化有限公司, 是人事最多的一家, 被起诉和涉及的行政处罚最多。 本月子国际金融报, 更多精彩资讯, 请来金融界网站www.grjcom.cn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。